曾被确诊罹患造育症的音乐才子谢和弦、阿寇 8日惊爆因双香情绪障碍症入院接受治疗 演艺事业全面暂停 消息一出让粉丝十分忧心 老婆在怡圈Tina上月底在脸书上坦诚老公不对劲 不过她曾被问到是否想过放弃这段婚姻 当时她以四字回应被粉丝推爆 谢和弦2016年和相恋多年的台和混血女友Kina登记结婚 两人经常在网上放闪 上月26日谢和弦出席颁奖典礼活动 受访结束后她突然拿出打火机吓坏媒体 四天前又发文表示不想当台湾人 脱续行为被指发病早有征兆 Kina上月28日曾在脸书上写下 扣不对劲的事之后再解释 我们先处理 对于丈夫发病似乎忧心忡忡 事实上 谢和弦自2012年被确诊罹患 6年来多次复发 老婆仍对她不离不弃 去年曾有段时间 谢和弦状况不佳 当时Kina曾在IG上PO文发泄情绪 但她也拒绝不怀好意的酸民打扰两人的 有网友当时好奇问Kina 你觉得当另一半有一辈子都不会痊愈的病时 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生病呢 当时她坦言若一直处在焦虑 无助和失落的负面情绪中 的确会受到影响 但被问到是否想过放弃这段婚姻 她则坚决表示从来没有 这四次足以让人看出夫妻间谍情深 Kina曾经表示 为了维持热恋 和谢和弦从交往到结婚 多年来从不在对方面前排气 打隔阂上厕所 只为了保持美感 她也透露会经常制造情绪 并不吝啬夸赞对方 就算吵架 睡觉前也一定要和好 用心经营感情的态度被不少人推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